我爱你 怎么突然说这个 因为我爱你 闭上眼睛 睁开吧 我们不信心 但是我们不信心 我们不信心 我以为你 为什么就能让你 我守护了你 我还要 我这一位 我有一位 不信心 我都不信心 南安的意思呢 一方面 是不希望你挂念我 另一方面 是期望你可以成为真正的勇士 安定战争的困难 这颗子弹 在你身上我才能更安心 这颗子弹在你身上 temperature 以后不许再这么向我们 我们都说好了 永远都不能分开 flau 关东京司令部 为了我们这次交易 启动了最快捷的程序 你看 问题解决了 进来小姐 这是您的支票 这么元气的支票 是这样的 我们已经接受了 军方提供的抵押物 不过贷款下来 还需要几天时间 所以我们给了您 一张三天后兑现的支票 进来小姐 不会对我们银行也怀疑吧 你喜欢呢 你好像忘了一件事 后来我就在 工厂领框枯仓库 此物工厂领搜索马で 調べてくれ 是 一切 准备 今天真可怕 吉娜小姐 请你自助 我今天跟川岛谈谈 终于完成了交易 你告诉他说过地址吗 放心吧 我告诉他的地址是假的 我告诉他的地址是假的 如果川岛发现地址是假的 如果川岛发现地址是假的 他就一定会对你展开行动 你知道吗 用中国人说的话 这叫制止四敌二红山 如果他对我展开行动 你不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杀掉他吗 吉娜 你现在等于在用自己的生命当做幼儿 你是个商人 你怎么会做这种悲伴的商人 我再不会做贝贝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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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请你告诉我 我怎么才会杀了他 亲爱的 亲爱的 你别那么急 上班次干 这几年 你太辛苦了 你还不如 跟我一起进去一下 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杀掉他的 可我还是在担心 如果传统发现地址是假的 这是不完全是假的 我告诉他的记者 还有些少量的货物 大量的货物 存在另外一个地方 少量的货物 少量的货物是多少 你知不知道这些少量的货物 会做成多少化学武器 而化学武器又会害死多少人 可是 如果不是我 帮你把创刀印出来的老五 让你干脚的 那不是又救了很多人吗 吉娜 人的生命不能像做生意那样去衡量 如果我早知道你用这种方式帮我 我宁愿不要 可是 除了我还有谁能帮你呢 你的赵伟兰 他是一个战士 他必须得服从上级的命令 我会有自己的办法的 你不用再操心了 正北 我知道你厉害 可是事情已经成这样了 你还不如在我这里 好好休息几天 然后我们一起去刹船的 既然难道不好吗 我只是想要好好地 如果要做生意 你不为什么要做生意 你不做生意 我才能做生意 但是 我不是太好了 我如果要快乐 我会有一定的 你不做生意 我没有做生意 如果要老老老老老老老 有生意 你不做生意 你不做生意 我怕生意 展辈 您来一下 什么事 你不觉得 我这期天气要天山保护吗 你等等 你一点都不想 你们ijing 不担心我的安全 放松我会一直在马来 报告 好 咱俩 检查 那一件事 事先装着 好 只是... 什么? 只是数字 对啊 Gina 我们的事 恐怕我们的事 我们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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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hal 什么? 我感觉到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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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银子 可以分解 运温 好 你从初来 我们的真正 贷钱 确实 这些人 可能是 准备的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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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 快點 殺死我了 他是不是準備好了嗎 沒有 他已經準備好了 而且 他的相似是我的 那 你要怎麼做的 嗯 把相似的計劃 取得逆的 危急报告 我答应过你了 要保护你的安全 你怎么担心我的安全 那不是真影响我的吗 不 我觉得这件事情 一定有蹟蹱 你真的确定 拳绑会在那儿出现吗 你就不用吵醒了 我都安排好了 今日就行了 我跟船堂 原来在香脚堂前面 而且我早都安排好了脉服 只要他一露面 就进了我的船堂 那我就更应该在那儿 我要亲手杀了他 不行 你的出现 他们肯定会警觉 我就跟本人也发下手 你就在这儿安心等着吧 事成之后 我就会告诉你 毫无所有的秘密 包括日本人 生产的化学物质 所有的流程 还有穿到各个楼条顶 好吗 你真的会告诉我吗 当然 你要答应给我一起出海 战备 我从来没有对一个男人 提出这样的要求 你应该感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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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尽疯 小姐 你可真准确 我是朝鲜银行的经理 您支票贷了吗 金大小姐 这是您的款子 庄道先生呢 春岛先生临时有些事耽搁一下 稍后就到 好 我在这里等他吧 春岛先生嘱咐过了 让您将活物的信息告诉我也可以 我会转告给他了 我要是非得在这里等他吗 我看没这个必要 金大小姐 您是生意人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没什么不错过 春岛在哪里 你能不能够回来 你能够回来 你能够回来 这边的小姐 你能够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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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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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 你对 不能怪我不一啦 体重 随着 还不在那儿 我们都要 地区 这些人 怎么办 我 不 我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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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儿 快 死人 回来 照备快车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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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须告诉你 我相信你会 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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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伟渐渐意识到 报仇并不能解决中国的危机 他一个人力量有限 怎么才能给千千千万万的中国百姓 和被日本人奴役残害的其他国家人民报仇呢 靠他自己永远也报不完 只有加入老铁他们 依靠组织的力量 才能将日本人赶出中国 阻止悲剧继续发生 才能慰藉千千万万死去的同胞们 在天之灵 想什么呢 我在想 我到底害死了多少人 哪个是你害死的 那都是日本人害死的 你这么想 如果你这么想 那齐纳就白死了 是我 是我害死的 你知道吗 你还真想看齐纳呢 她从开始的时候 就没想跟日本人合作 你看看这个吧 她是纪纳自底下交流你 上面是那匹骨子的地址 张伟啊 你现在的心情铁克都明白 你怎么办 你自己好好点亮点亮 不然的话 这些为了抗击法西斯 牺牲的英雄 就都白白地牺牲了 听吧 我想加入你们的组织 拿棍子 不 你小子终于用去的路了 铁克都你这句话 等得太辛苦了 好呀 等你成为一个合格的战士的时候 我们随时可以接受你 你铁克永远等着你 好 铁克等着你 铁克等着你 我们先进步 都会议到我们的网站 我们的消息 我们舰出局 还在订阅中 还得罚死闪 我们所谓说 你怎么办 你们还在 Launch 叫郑先生 您吩咐的办法 好样 等着领赏吧 去 是 好样 郑君 这个中国习惯 突然哪里 我还有中国人 该从得罪 那你以为自己都是骂的吗 你没资格好说 我要见川普 放开 钟先生 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刑具 看来你很受用 这一切 川普 川普 大日本帝国的逼供方式 早就有所耳闻 今日得见 不过如此 改天我教你几张 江永贤先生 我不喜欢你的说话方式 听说你执意要见我 你不认识 你得先帮我打开这个吧 放开 你去吧 你去吧 是 郑先生 再不说出你的秘密 你就没有机会了 郑先生 池田永南这个人 你还认识吗 你设下了一个个圈套 避封了池田 夺得了他的家产 你还记得吗 郑先生 让你受苦了 表示歉意 郑先生 客气 我们是初次接触 仅此 表示一下我的诚意 郑先生 您这诚意 也太多了吧 郑先生 难道你真的以为 用池田可以要挟我吗 如果我要是担心要挟的话 也不会这么做 我表示我的诚意 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愿闻其乡 我行事一向缜密 这次的事情 连我身边的人都不知道 就被你看出了端倪 我非常欣赏你的能力 川岛阁下过奖 那是职责所在 来 为我们的合作 再干一杯 对 其实 我也希望 你得到更多的诚意 可是我能得到什么呢 川岛先生可以说得具体一点吗 我们对很多事情都感兴趣 只要有价值的情报 我们都会付钱 川岛先生您可能忽略了一点 我是不会出卖自己组织的情报 这是我的底细 看来郑先生是不想跟我们合作了 但是其他抗日组织的情报 我倒是可以提供一些 哈哈哈 郑先生 你不能出卖国民党 但是你可以出卖共产党 我都问一句 难道你不知道 唇王齿涵的道理吗 这个道理我当然懂 只是这些战略上的事情 不是我们这些下人 可以操心的 如果我出卖了我的组织 那样对我来说 太危险了 我怎么会是 锐智之急啊 陈老先生还看书吗 什么意思 旅家春秋书店 你不妨去逛一逛 我相信会有很大的收获 好 郑先生 你表示了你的诚意 同样 我也要表示更多的诚意 干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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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谢谢 谢谢 那 这怎么可能呢 这怎么不可能呢 刚刚的枪声你听到了吗 我听到了 就是他带着日本人民 去袭击了共产党的联络点 就是他带着日本人民 杀了几个共产党员 他最终的目的 是想要抓获地下组织的 骨干老体 但是我也不相信 可事实证明 这就是学历里的现实啊 仗北跟我们的组织 还有着密切的关系 早晚有一天 他会把日本人带到我们这儿 他现在是我最大的帮 保卫再去 保卫 我现在是在那儿 你要去 我现在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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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那儿 他在压着 你把这儿 你意味着 我现在认为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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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岳 老公 我们最复权宠 两个银子 б走 监睿 收集他的投机证据 第二 我请他的住所 这个人 楼 你敢紧 慕儿 你就是不二人选 这件事情 要不要跟佟先生汇报一下 绝对不行 少一个人知道 就少一份威胁 是 保证完成任务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未来我有件事情 想跟你商量一下 我不进去 我来是想告诉你 刚刚得到消息 共产党的一个联络点被端了 你知道吗 怎么回事 现在还没有失足证据 但是组织上 有一个去心惊的外派任务 我想你可以去避避风头 我有什么好避风头的 说来话长 我怀疑共产党内部出现了奸细 你曾经跟他们有过联络 我担心你的安全 我的安全不用你担心 老板 发生多少钱 有没见 铁哥 你怎么样了 卫兰 没事 就是在这儿太累了 你伤哪儿了 我的腿扭了一下 真没事啊 没事 放心吧 卫兰 让老铁好好休息一下 我有话跟你说 没事你们忙吧 休息休息就好了 那你躺下好好休息 嗯 抱歉吧 嗯 抱歉吧 嗯 抱歉吧 卫兰 这次日本人突然袭击我们书店 我们的损职惨重啊 好在老铁数据低刑 讲过了这一条命 可是书店这个联络点 一直都隐蔽得很好 怎么会完全一点征兆都没有 就被人袭击了呢 这一点我也非常奇怪啊 日本人这次袭击 是有目的非常明确 是有机会的东西 未来 我们很有可能被出卖了 以后就加倍小心 我们的同志 都是有着坚定信念的战士 不会是他们 既然不是我自己的同志 这问题有可能会出现在 国门岛那边 你现在的处境 比老弟更加危险 有必要的时候 组织上会安排你 设立此地 我现在无人离开 只会引起他们的欢迎 我们的计划也会前锋进气 我倒是有个办法 童自清希望我 可以去新京 执行一个外派任务 这样我可以暂时抽身 还可以利用这次机会 查一查究竟是谁在出门 这兴许是一个好办法 你到了刑警之后 住的上回 还没人给你接到的 这两天我想了一下 我继续落在凤天 会给你带来诸多伯利 我现在几乎成了 郑天明的筹码 他会拿我不断地要挟你 你再给我点时间 我一定亲手把他拿下 那我更应该离开了 这样你好安心地跟他周旋 等一切结束之后 我会回来 未来 没想到你能替我想这么多 你上次说的那个 去新京的外派任务 还是交给我来完成吧 好 我明天去安排 谢谢 你这茶叶多少钱一斤啊 你这茶叶多少钱一斤啊 茶叶多少钱一斤啊 十块钱一斤 我给你带来评论 这张照片的女儿 如果那人会出现了 我会把他人的权子 就会死去了 如果他就知道 这张照片的女子 我会被人的权子 打电话 在任何人的权子 你不必要 就会死去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谁 我是远洋公司的赵薇如 我是来保护你的 远洋会派人保护我 到底谁派你来的 我 你带来的日本人啊 不是你投靠日本人吗 咱们为什么用枪打你 我投靠日本人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 没事吧 没事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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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说 快走 快走 不能走 我 01ヒ услов 是在不是的 至少 才能走 放心吧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杀了我 救我 自己选吧 没事 没事 没事